19点35分了朋友们啊 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这位叫安娜科林莱贝德夫 1975年属兔的这位美女专家啊 她出生在莫斯科在法国长大的 她是研究后苏联时代社会问题的啊 她回答了很多问题 那么她说啊有这个法国西部日报的记者问她说 这场战争对认识俄罗斯有什么启示 答首先这场战争标志着俄罗斯软实力的失败 在乌克兰表示希望加强与欧盟或者还有北约啊 而不是与俄罗斯的关系时 战争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当乌克兰战队的时候 我不想跟你站一块 我不想跟你掺和了 我就想跟北约西欧 那个北约和欧盟在一起的时候 加入北约加入欧盟 是吧 这种战争啊 就是当时是以冷战或者经济战或者其他问题 慢慢发展到热战啊 先占克里米亚然后顿巴斯是吧 一步一步的啊 蚕食 俄罗斯试图通过经济支持 然后建立欧亚合作空间 是吧 好像有一个叫欧亚联合体叫什么的组织 是吧 有俄罗斯 有白俄罗斯 有哈萨克斯坦 有没有亚美尼亚呀 好像弄了四五个国家啊 好像叫欧亚共同体 欧亚联合体 还是叫欧亚什么合作组织 好像搞了这么一个啊 那么还有就是支持俄语来加强对其邻国的影响 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那14个加盟共和国 一定程度上有的严重一点 有的轻微一点 都在把俄语边缘化 因为俄语就代表着苏联 代表着专制 代表着镇压 代表着俄罗斯对他们的控制啊 但这种模式没有吸引力 因为俄罗斯本身就缺少吸引力 哎 要不是专家呢 哎 说的到位 因为俄罗斯本身就缺乏吸引力 他已经输掉 在其的周边环境中 争夺影响力的战争 除了开火 除了战争 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是吧 那么周边的影响力 是吧 这一圈 是吧 我们先从他的邻国开始算起 是吧 北边 挪威 对 挪威 也在北极圈那边 在那个科拉半岛那边 在那个那个 斯坎丁纳维亚半岛北边 跟俄罗斯也有一点接壤 哎 很多人都不提挪威 都老提芬兰 是吧 挪威 芬兰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有波兰 波兰是跟俄罗斯的那个飞地 加里宁格勒州 就是中普鲁市接壤 是吧 当然还有白俄罗斯 有乌克兰啊 然后还有是吧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是吧 还有亚美尼亚好像没有 亚美尼亚并没有直接跟俄罗斯接壤 还有哈萨克斯坦 还有中国 还有蒙古国 还有朝鲜啊 在海上 还有美国 日本 美国离俄罗斯只有三公里 很近 就在那个阿拉斯加那只有三公里 那么 这些在乌克兰作战的年轻的俄罗斯士兵是谁 俄罗斯士兵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答 他们是一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军队 工人农民 由社会中的弱势阶层组成 弱势阶层啊 通常来自边远地区 很多属于少数民族 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活力较大 什么叫人口活力较大 就是穷 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 就是没有所谓的节制生育 计划生育 生 趁着年轻就生 就这个 因而也提供了更多的兵源 人就不值钱 人一多了 是吧 人往往就会 是吧 就干各种的危险的活 苦活累活 包括当兵 包括打工 包括种地 包括一些什么贩毒 一些社会底层的啊 那么在死亡士兵的名单中 很少很少 有莫斯科人 没有莫斯科人 不过我给他补充一个 也应该很少很少 有圣彼得堡人 或者是来自全国的 俄罗斯的那些上流社会的 是吧 高级军官 政府的高级官员 那些富翁寡头 是吧 谁当兵啊 都是穷人当兵 美国也一样啊 美国二战的时候 那兵源也都是穷人 现在也是 打伊拉克的时候 去阿富汗打仗的时候 都是穷人的孩子 而且黑人 是吧 非洲裔 拉美裔 就是西裔 讲西班牙语的后裔 是吧 还有那些来自中国的 是吧 有很多都是穷人的孩子 对不对 那么这场战争 在俄罗斯受欢迎吗 就是普京发动战争 受到支持吗 然后回答说 这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 在战时打仗的时候 你无法衡量真实的民意 还有立法禁止使用和批评战争 对啊 最近俄罗斯不是出台了一个法律吗 他说你造谣就抓你 这不跟中国差不多吗 对不对 这使得任何调查都无法进行 那谁还敢说实话呀 对吧 仅仅质疑官方信息的真实性 就可能让你承担刑事责任 官方电视台说了 俄罗斯打赢了 你非说没打赢 这不跟中国吗 有一个叫蜡笔小球的南京人 质疑那个中印边界 用狼牙棒 那个双方的边防军护殴 到底死了多少人 印度说死了23个吧 是吧 中国不说 他一质疑结果抓了 是吧 还有那个潘石屹的儿子 叫潘什么来着 潘瑞 是吧 也质疑 也抓了 没抓 人在境外通缉了 对吧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迹象 有揭示意义 许多俄罗斯人 拒绝回答民意调查 尤其是与战争存在联系的 这种问题他不敢答 这本身就是一个参考点 一个参考值 一个坐标 是吧 有人说 有人说 说大概70%支持打仗 支持入侵乌克兰 30%是反对的 三期开 大概这种三期比例 听说是如此 听说如此 你不想说 你不想说 感谢观看